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上侧是什么 日本的中侧又是什么 北京方面有核桶 B桶 武桶 美国方面有毁台 弃台跟卖台 最终的分别会是哪一种 视频大财经关注天下大财经 首先 十关世界 好 欢迎回来 近段时间除了俄乌战场 台海形势 毫无疑问是全球最受关注的地区了 几乎每一周都会有让人担心的新闻 或者事件的出现 那么就在上周 台湾军事部门负责人 在接受立法委员质询时 针对于有关美国将会把 源自于日本 韩国和菲律宾的储备弹药 要改为存放在台湾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这位负责人胡达说 相关的事宜正在商谈当中 这也不禁让我们马上讲到 前不久盛传一时的 美国毁台计划 那与此同时还有报道说 美国智库日前已经是出本了一份 所谓台湾沦陷之后的世界的报告 相关的讯息 真的让我们感受 有一种山雨欲来 丰满楼的感觉 石先生 您对于当前 这些气氛和形式 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呢 没错 这些消息几乎每天都有 三不五十就会出来一个 什么毁台计划 什么弹药库 来自于所谓的台湾沦陷等等 你把这些个别的新闻 把它摆在一块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完整的图像 这个完整图像 就是让我们觉得 各方 大家 都似乎在为台海或台湾 即将到来的那一天 尽量地做超前部署 所谓超前部署的意思 就是尽量地提前做好各种准备 以迎接那一天到来 那所谓那一天 从军事角来讲 就是所谓的D-Day的意思 那这个大家具体指的是 哪一些另外超前部署 能不能具体举一些例子 大家就你想到 跟台海跟台湾相关的 各方面有关方 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这些都是 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 还有台湾等等 都在做超前部署 那么举个例子吧 美国可能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积极 美国现在基本上 已经主导着台湾方面的 各种准备的工作 比方说台湾方面 要买飞机 潜艇 你都不要买了 你只要买赤针导弹 专门买这个标枪导弹 就可以了 一个是对付飞机 一个对付坦克的 然后呢 要买那个火山 布林系统等等 那么换句话说呢 美国就是希望台湾 将来就打三个战争 一个就是反登陆战 第二个就是程序战 第三个 最后就是向战 那么美国还担心台湾的 兵力不足 或者兵力水平不够 所以要延长 要去台湾延长兵役期间 同时帮助台湾训练军队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美国在台海问题上 准备滴滴来临的那一天的 超前部署 就是说想方设法 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刺猬岛 就是说美方要求台湾 甚至有一种 不惜在必要时 会牺牲台湾的一种倾向 是不是这样呢 你这个问题答案呢 其实美国总统拜登呢 已经做了回答了 前不久呢 美国有一个媒体人爆料 他说从白东里面 透露出来消息 拜登有一次被问到 有没有一些什么 会比乌克兰战争更大的灾难 你猜拜登怎么回答的 你等着我看到 你等着看我们 毁灭台湾的计划时就知道了 果然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或者说是打算 您觉得是不是真的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看到 白宫方面有所谓的承认 也没有做出否认 如果是真的话 这样的超限部署 真的让人是不寒而栗 难怪有美国智库已经在做 失去台湾之后的相关研究了 对 这个报告 最近很受到大家注意 那是美国的一个智库 叫太平洋论坛 最近在1月份发布的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 当然是从美国角度来讲 他们说台湾沦陷了 会怎么办 那么原本呢 大家就主办单位就很担心 这个名字太过于刺激 所以这个就 原本是希望做兵器推演的 后来就改成一个 研究报告的形式 其实不管是兵器推演 还是说是研究报告 学术报告 它的观点都是非常超前的 很好奇 这份报告 它主要有哪些的论点和结论呢 这个报告是分别邀请 这个六个相关的国家或地区 那么从他们的角度来预测 或者来料想 如果有一天 两岸统一的时候 等等等等 那么当然有个别一些 不同的观点 但总的来讲 有个共同的一个 共同的判断 大约的一个看法是这样 不管美国是不是到时候介入台海 那么只要是两岸统一了之后 那对西方对美国来讲 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 什么叫惊天动地呢 那就是说中国 这个会一劳永逸地 超越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实力 跟影响力 同时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印象深刻 那是说 中国制式会取代美国制式 这一份报告的结论 其实和您之前 所坚持的一些观点 是非常类似的 我记得您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 如果说两岸统一 就是说台湾失去 美国失去台湾之后 那么可能对于台湾 对于美国的霸权 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对不对 没错 我们之前也不止一次 分析过这个问题 因为这都是一个逻辑的衰远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看法 基本上雷同 也是不令人感到意外的 这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如果美国 真的所谓失去台湾的话 那么对美国来讲 就是霸权的动摇 就会影响到它霸权的继续存在 那么同时美国在盟国之间的 威信和承诺也会大打折扣 当然美国作为一个核心 涉及到它的联盟 也会松散 也会动摇 那么各国也因此会重新 思考整个全球的局势 自求多福来调整 他们在过去被美国影响下的 一个对中国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是美国针对于台湾 或者台海做出的一个部署或准备 那其他方面呢 比如说日本呢 日本可能最关心了 所以它部署准备的时间最长 我记得日本在十几二十年前 就提一个概念 叫做这个周边有事 这个周边当时讲得很隐晦 其实就是讲台湾有事 但那个时候讲不明白 那么现在就公开讲台湾有事了 甚至公开讲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了 所以日本在这方面呢 提早 很早就开始注意到 那么在行动方面呢 也采取了很多动作 特别是在宪法方面 我们都知道过去呢 日本呢是只能够做防卫的 它现在把专守防卫 改成一个进攻型的防卫 那么然后打算还要把宪法里面 把那个自卫队改成国防军 那么另外呢 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 也加强这个军事的装备 最近呢听说日本还要跟美国购买 500枚 有可能会打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 那个中程导弹 这些就是日本的超线部署 日本的部署和美国相比的话 是一点都不输 那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 还有其他吗 还有其他 韩国 澳大利亚 这些这个菲律宾都有 你举个例子 就澳大利亚时不时 就在美国的指示下 就派个军舰过来绕一绕什么的 这个韩国呢 最近有借了一个机会 派一个这个飞行的表演队 本来是到澳大利亚去 那么借个机会 在台湾的高雄落个地 这个都在做一些试探嘛 这个菲律宾呢 大家很清楚 最近把这个四个新的一些基地 租给了美国使用 那么还有呢 台湾方面呢 那是更不在话下了 台湾方面除了刚才 在美国的主导下 进行的各种准备之外呢 还有最近有新的消息 新的消息呢 就是可能在法律方面 做一些修订 如果那一天到来 要宣布动员令的时候 那么怎么对媒体 或各方面进行管制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要针对16岁以上的青年 造册动员 那么这个消息 因为泰国一争议 所以暂时把它割下来了 哇 其实把您所说的 这些动作或者图像 拼在一起的话 可以发现台海风云 日趋紧张的图像 是非常鲜明 那石先生您怎么来看 现在这样一种空前的 非常紧张的一种局面 好的 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新闻 每一个件事情 个别去看的话 你就可能见数不见零了 所以我认为呢 要把今天整个台海形势 作为观察的话 必须从三个 比较高的一个战略角度 来观察 然后给它聚焦 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这三个战略角度 第一个是从北京 也就是从大中国的角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从中国 美国 日本 在西太平洋 博弈的角度 那么第三个角度 是从全球 也就是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我们过去讲的 三个演义中 这个博弈 那么特别是这个博弈 现在集中在俄乌战争 要从这个角度 然后把这三个角度 观察以后一聚焦 那就看得比较明朗 看得比较清楚了 那我们就按照您的顺序来 我们先说第一个 北京角度 或者说大中国角度 怎么理解 怎么看呢 北京或大中国角度 是比较明朗最清楚的 也很单纯 比方说 从北京来讲 两岸的完全统一 是实现中华民主 伟大复兴的 一个必然要求 对吧 那这句话就很清楚了 逻辑非常清楚 然后目标明确 然后决心非常的坚定 那么所以现在 剩下来关键的 就是这个时间点 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或判断的问题了 那这个时间点 怎么看呢 您说到 要去观察 这个相关的一个时间点的话 当然要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能力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北京自己安排的 一个进程的顺序的问题 第三个当然不排除 随时有可能发生 偶然的因素 咱们先谈能力 这个最重要 所以能力问题就是 中国大陆相对于 美国跟加上日本 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的 一个相对的 一个优势的比较 坦白讲 在过去二十年以前 就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北京方面不具备 任何的在那方面优势 甚至到本世纪初 这个优势都不明显 在过去的十几年 特别过去的十来年 这个中国在 这方面军力 就反进能力方面 越来越强 所以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 中国相对于美国跟日本 加起来的优势 相当明显了 而且最重要一条 是随着时间 这个优势的差距 还在不断的扩大之中 这个是关于能力方面 那么进程方 这个能力方面 我可以看到 日本跟美国 经常在做冰淇淋测测测 他们测验出来的结果 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是吧 然后美国CIA的局长 不止一次谈到 据他了解 这个习近平在对解放军 做这个指示 要2027年之前要做好 所有的解放台湾 这个军事方面能力的准备 所以光这一消息 你就知道 既有目标 又有能力 又有时间表 是吧 好 那么所谓的进程呢 进程北京有一个过程 首先一定是合同 采取各种方式 来和平谈判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可能就逼统 然后就武统 这个一个顺序 最后呢 不排除有些偶然艺术 比方说美国介入啊等等 也会导致这个滴泪 提早会出现 这样一分析 非常清楚了 相信美国和日本的各国 也会有类似的观察和评论 所以说他们会内心中 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那我们说第二个角度 就是说中美日三国 在西太平洋的博弈 这个角度怎么来看 好 那么中国的这个角度 已经台湾了 我们现在看看美国吧 我一再指出 对美国来讲 他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他丢不起台湾 丢了台湾以后 他做不到了 那美国的霸权 就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对美国来讲 要怎么样能够控制 稳住台湾 是最重要的件事 但是他现在的现实 让他很清楚 已经这个可能性 是越来越低了 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从最高的一个要求 退到中策 上策退到中策 那我认为 美国的一个有个中策 这个中策呢 就是以台湾为诱饵 诱使北京跟东京 也就是日本跟中国 为此而产生火拼 那这个火拼 一定是两败俱伤的 一定两败俱伤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美国就 西太平洋就稳定了 美国继续在太平洋 或者在全球 坐稳它的霸权地位 少说30年或者更长 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现在是不进 这个不惜任何的余力 来支持 壮大日本的 或者放开 让日本去 过去被绑住的手脚 从头能够放开 你可以进攻了 怎么样等等 那么所以 如果这个趋势 再继续下去的话 我认为日本 甚至有可能会变成 另外一个乌克兰 美国的战略逻辑 已经是非常清楚 研制成立 那么日本会怎么考虑 日本明知 这是美国的算计 会不会依然是 根据美国的布局 和中国来硬碰 如果硬碰的话 结果又是怎么样 而毁台是不是台湾的终局呢 时评大在今 更多精彩 马上回来